為了紀念奇書《九評共產黨》問世十週年 11月22號 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的多個機構 聯合舉辦了一場大型研討會 來自美國各地的多名專家、學者、社會精英 參加了這次會議 並發表了演講 從各個層面和角度揭示了《九評》自問世以來 對中國大陸甚至是全世界所產生的影響 以及帶來的改變 內容震撼人心 我們一起來看看下面的報導 據總部設在美國的大紀元新聞網報導 此次研討會是由大紀元時報、華府論壇 以及全球退黨服務中心共同舉辦的 參加會議的嘉賓主要包括 前大陸著名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 著名作家、西藏社會活動家李柯仙 前大陸維權律師彭永峰 中國民主大學校長唐柏喬 新唐人特約評論員張天亮等知名專家、學者 此外還有會議召集人 天主教大學機械系主任聶森教授 以及美國聯邦政府官員格米女士 會上每一位嘉賓都結合自己的經歷和感想 講述了《九評》的傳播 對中國大陸和世界歷史、文化、政治等各個方面造成的重大影響 陳光誠表示 他在國內通過自由門破網軟件以及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臺的節目了解到《九評》共產黨 很快他發現周圍的人也都彼此心照不宣的通過翻牆軟件了解外界信息 在中國社會現在你一覺醒來 每家每戶都能看到我們的《九評》 每家每戶幾乎都能聽到外界發生了什麼事情 隨著信息的發展 共產黨的防護牆已經不斷地被捅破 人們不斷地能看到外面的信息 陳光誠說 從那時起中國民眾的思維逐漸有了根本性的轉變 自從這樣一些信息的自由流通《九評》的系列聲論發表以後 中國的很多民眾從只知其然而走到還要知其所以然的這樣一個關鍵的時刻 儘管百姓還沒有走出恐懼 大家都似乎在等待著一個機會 新唐人電視臺經濟節目主持人東方曾經親眼目睹六四屠殺 而對中共絕望 尤其在當局對外聲稱六四沒死一個人之後 他清楚地認識到中共統治的兩大支柱 那就是暴力和謊言 東方表示 《九評》的傳播不但徹底破除了中共的謊言 更讓被謊言蒙蔽了幾十年的大陸民眾開始覺醒 越來越理智地正視中共的虛假宣傳 使得中共喉舌媒體的代表中央電視臺從一度輝煌 變成現在的無人問金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 2004年的春晚曾以41.6%的收視率成為總收視率最高的一件 那一年《九評》剛剛問世 《九評》紅傳十年後 春晚卻以不到10%的收視率創下歷史最低記錄 除了這個防火槍以外 其實很多中國人心裡面還有一堵槍 由於中共的洗腦 它對自由一些普世價值的一些不理解 或者說是一種拒絕 但是《九評》共產黨呢 它現在在一塊磚頭一塊磚頭地 把人心中的這堵槍給拆了 此外 據研討會召集人聶森教授介紹 除了紀念《九評》的發表 這次研討會的另一個目的 也是為了慶祝《九評》所引發的全球退黨大潮 聶森說 今年10月中旬 每天有12萬多的中國人聲明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 這相當於每兩秒鐘有3人退出 全球截至目前 已經有超過1億8400萬人退出中共及相關組織 預計幾個月後就會達到2億人 而據《大紀元》報導 近期 海外在向中國大陸 1萬2千多名律師撥打電話過程中 1千多位律師退出了黨團隊 其中有600多位正義律師表示 可以受理法輪功案子 為法輪功學員做無罪辯護 此外 全球退黨副中心發言人李祥春表示 全球退黨大潮在美國國會和行政部門 引起了巨大震動 他們都在以行動表達支持 在國外呢 我們也一直有很多的這個人士 逐漸地理解這個退黨運動 同時呢 也加入支持退黨運動的行列中來 那麼在美國這邊呢 有國會啊 就是參議院和眾議院 他們在過去呢 有一些參議院決議案 這些都講到了退黨的人數 而且退黨的意義 就是對中國將來的影響 就說明美國政府呢 對於中國大陸所發生的退黨運動 是證明肯定和接受的 新唐人特約評論員張天亮強調 《九評》對共產黨的揭露所引發的三退大潮 最終會帶動中共的解體 解體中共也就解體了中共給中國民眾 所強行灌輸而建造的黨文化系統 中國傳統的文化和價值觀才有可能復興 因而也必然會給中國帶來正的 對人類社會有益的文化